完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这边做个快速介绍吧 如果你要进行刷首抽的话 就是点右下角这一块 回到主画面 它右上方可以 做数据消除啦 我不点的原因是因为啊 现在玩海外版 会有机率 一消除就进不来了 或者是你一绑定罩号 就进不来了 所以退回主画面 流程 就只能用想象的 初次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这边0到20抽啦 然后再加上 转弹时的部分啦 有必中SSR的券 那个我用掉了 所以它消失了 那如果台服推出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看 日的攻略网这边 角色的强度版 到时候啊 一定会 进行改变的 目前的角色就是那么的少 然后这是装备插卡的强度版 连结都会在下方留言区啦 未来相关的攻略 也会补在下方留言区啦 所以这边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七日活动 七天内完成所有任务啊 就可以拿到 SSR必中券 目前就玩到第三章啦 然后这是客亲的地方 鬼珠 游戏内容啊 其实跟一般的日系游戏 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样啊 推官啊 打副本 收集材料啊 然后可能就是打个竞技场嘛 那未来看会不会开启 玩家共斗这种内容 然后交换锁 只要是日系游戏 一定会有交换锁啦 你只要看到交换锁 闭着眼睛 你大概回想一下 日系游戏的玩法 应该都大同小异 开发商的部分啊 之前有开发过美好世界FD 如果你有玩过的话 那相信 两款的玩法 多半是大同小异啦 那接下来啊 我有收入 游玩这两三个钟头 进行成长的片段 有兴趣的话可以往下面看 前面的剧情 好玩 经过两场战斗 还有一些基础的强化 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等待 把档案下载完成就行了 当前 限定词的角色 武藏 这时候就可以把 登录奖励领一领啦 邮件奖励领出来 大概就是能 做20抽啦 那我们先看一下卡池 卡池这边有一个SSR避重券 这个是摆最后你再抽啊 看你 有没有抽到五条吧 我们一开始就先抽个角色词 五条是比较重要的 这边有抽到的话 那个避重词你就可以抽其他角色了 好啦 我先来一个单抽以后 再做10点 这样子的感觉比较好中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比较好中SSR 你看中了 第二张诶 那么好 好像没有了 有中了一只角色了 因为我是体验的 后面避重拿个五条就行了 再来做个单抽 来看单抽有了 抽到虎伤 单抽是挺好中的 我单抽中了以后 我们再来一个单抽 好 然后再做10点抽 这样子很有可能会再中 这只是我自己发明的单抽流 又有了 那个算是印象嘛 就是 插卡 剩下没有了 咦 我是不是有点太欧了啊 好秀喔 哇靠 那虎杖啊 我怎么可以抽那么多 然后接下来 SSR确定 这肯定是拿五条的啊 五条的话都会写出 我是最强 这是他的好机友啊 东坎 七海 虎黑 很可惜没抽到这一只 这股杖不能再拿了 我刚刚已经拿到两张了 虎卷 熊猫先生 来了 哇我大概抽了 五六十次了吧 可以拿到五条 最定 两张哦 这胡杖有多拿了一张嘛 强度绑这部分啊 现在是第二天嘛 有更新了 这SS级就是五条 然后再来S级 东坛还有 浮黑啊 剩下都是一级 角色目前 就是那么少 这里还有 个属性最强的 然后这连结在下方留言区嘛 未来推出的时候 可以 来看一下 然后他每一天 都会去进行更新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数据 未来肯定会有所调整的 进行战斗 编程 直接全部 一件了 装备卡 我抽了三张 五杖抽两张嘛 上面有战斗倍数 还可以发动回响 这样子很不错耶 这个人物比例是正常的 不是Q版的 然后角色都很大一只哦 开始 强敌出现 必杀技 发动 有倒数时间的 不用啊他回家了 看一下五条的 三段踢 痛的都给你们 是基础大绝 他没有开领域那些啊 看不到他帅气的眼睛嘛 来第二关 开干 哦 强敌出现 基础攻击 粉松 没了啊 我 我 领域 对 等一下 了 我 ,我 你 我 要解决掉了 消息 打贏了 接下來要解鎖了喔 自動戰鬥 還有加速 加速戰鬥整個節奏拉快好多喔 武藏的話我有做一階段的覺醒了喔 因為前面有抽到一張了 強化入手的地方 還沒接鎖 武黑可以覺醒了 覺醒人家給出來的屬性多很多欸 他是加15%對不對 但是像SSR他是加25% 他加很多的喔 這隻也有來順便覺醒一下吧 拿到自己的卡只能自己用 他有拿到兩張 加15%再來勒 出奇受力加10% 第一張結束啦 還是第二張啦 BOSS啊 位置得很不錯欸 2-3通關了以後 解鎖了咒物收集 進行編程吧開始 推薦戰力1900 這次要一關一關打的喔 這是要一關一關打的嗎 他這2倍速很濕滑 他等於是其他遊戲的3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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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關 咒物收集啊 就是對應的 角色強化 你看慢慢解鎖出來的啊 時間飛快 全部都打完了 強化完第一階段了啊 接下來就換第二階段 所以在這一塊啊 有點像進階的概念喔 我們再繼續 強化啊 有缺少的地方啊 我們可以同步刷欸 超快的掃當 幸好他不是掛著循環打關卡 日本開發遊戲也是有趕上潮流的啊 好 武藏 第一階段也突破完成啊 只是第二階段的故事劇情啊 這還是有一點印象的啊 反正他們會進到商店裡面啊 好可憐店家喔 另外一方面啊 是他們以為武藏已經掛掉了 來跟選長他們打 要不留一姐 別擱吧 看來小剑 怎麼那麼厚呢 嗯 他畫面是亮的啊 反而發現到 這角色灰色還是很不錯的 前面都是暗色系的啦 感覺感覺很普普通通 但是現在亮色系的這種風情 看起來上人즈是很好的 awareness 联系啊 两个都有大招同时就可以进行联系了是不是 二之八 然后要开始进入火烧咖啡厅的环节了 另一方面啊 武藏现在在进行夺射的争斗 二之十一就来到这个地方了 在这里啊 就可以见识到五条最帅气的时候 二之十二 现在有领域展开了 哦 好猛哦 这种画面就很有感觉了 进行领域展开的时候 领域结束了 術式判断 二次联系 点上他强威 好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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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战斗好精彩哦 现在这个剧情就要看一下了 这个是正精彩 这个是正精彩 这个是正精彩的 然后第二章就算结束了吧 章节结束啦 再就是三之一啦 可以达到一个程度了以后 就是再回来强化一下角色吧 如果你的素材够的话 直接一口气全部解放就好了 新的副本解锁了 这边有三星通关机制哦 修炼之灯 升级角色所需的物品 第二种就是回响之灯 升级那个回忆插卡 所需要的物品 好我们现在点回忆哦 你进行强化 就是需要这个啦 第三个 是这个东西 货币 简而言之啊 三种都要打 先把关卡程度打上去吧 我现在战力是五千多了 打这个绰绰有余 这三种玩法 各刷个七次好了 所以刚刚又多买了一管体力哦 先来做这个枪画 拉到最大是15 先拉个10等吧 这张也来 10等 感觉起来刷倒像不够多 40 满级啦 这边可以拉到33 这样子我应该可以打第二阶段了吧 可以啦 6400了 轻松三星通关 都把它拉到满级40等 不够的话就是买体力 再买一管 再借拉一下 刷20次啦 我对这款游戏 游玩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它整个节奏 它也不拖你时间哦 它也不让你循环打光卡 就是直接扫档 也不用花什么扫档券哦 感觉这款游戏可以存活很久了 等级到了上线以后 接下来就是你的突破 这个强化 你要再往上突 你才可以解锁上线 你看第三阶的话 上线40等会变50等了 它在成长模式就是那么简单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已哦 强化等级 然后进阶 同名卡就是进行觉醒 skill 强化应该是技能吧 以上 我就体验到这里 后续的功能 有很多没有开放啦 例如像经济场啊 或者是共斗啊 甚至是打积分啊 反正日系游戏都是大同小异的哦 到时台服推出 我再考虑看看 要不要再继续玩 到目前为止 游玩体验88分哦 各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优秀的哦 相当值得一玩哦 那么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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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